是 学长 他能怎么样了 霞颜 只是还在生气 他会原谅我的 我不会放弃他 你回去吧 那你路上注意安全 我回来了 那些都是你干的好事 你得负责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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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 你会给他们倒掉呢 那也不能浪费食物啊 那那些呢 留着吧 说不定哪天就停电了呢 这些你都留着 那学长 我跟他不可能了 如果刘一鸣回来找你 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 当然不愿意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所以 你千万不要再帮他了 我也知道 只是 当时他在学校的时候 也帮了我不少忙呢 我这个人吧 我又心软 对不起 晓晓也 干吗道歉啊 我又没怪你 你知道我的想法就行了 我知道 我已经跟学长说过了 我真的是最后一次帮他了 走吧 吃东西去 林皓做的虾也挺好吃的 凉了吧 又不用热一次 不用了 就这样吃吧 看什么呢 看这房子 怎么了 这房子是真好啊 姐 你说咱啥时候能住上这样的大房子 我倒是想呢 我倒是想呢 对了 姐 你跟那废天明针断了 所以你以后别老去找他了 知道吗 我找他干吗呀 我才不找他呢 那就好了 姐 我问你个事呗 你觉着 林大哥怎么样 学长他在感情上犯的错 是他和夏妍的事 你瞎操什么心啊 我谁问你这个了 那为什么 我是问你觉得 林大哥这人怎么样 学长 他很优秀啊 是吧 嗯 当时啊 他在我们学生会 可是男神 是吧 他对每一个人都很照顾 我记得 我大一刚入校 社团正在招新的时候 你知道我胆子小 什么社团都不敢报 嗯 学长当时就找我 说 只要你想去做的事 你就一定要勇敢去尝试一下 所以我就报了学生会 没想到我真的入选了 不过 你知道我这性格 你不爱说话 而且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大家都不喜欢跟我玩 你学长不但不介意 还教了我很多东西 如果不是因为那一次 不是因为我 他不可能退 我跟你说这些干吗 不是 不是你这话怎么说一半 为了你退什么呀 没什么 我知道了 怪不得你最近 跟林大哥走得近了 你是不是太有意思呀 小军你胡说什么啊 不是你害羞什么呀 谁害羞了 你单身 他也单身 这多正常的事啊 虽说这林大哥 没有飞天明 那么有钱嘛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公司了 对吧 再过两年他不会比飞天明差的 最主要的是 他没有小孩呀 他也没有飞天明 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关系 你知道吧 我的姐姐 小军 学长来找我 是因为夏淫的事 我对学长只是尊敬 夏淫 夏淫 又是夏淫 全坏在女人身上 我还没说完呢 你以后 别胡说八道知道吗 林总 这抵押合同签完了 我可就先拿走了 林总 您放心 只要这半年内您 偿还这贷款 这车还是您的 你说是不是 冰 好 林总啊 我告诉你 哪怕到时候没有还清也没事 您啊 可以申请分期继续还 而且我向您保证 我们这利率 是全行里最低最低最最低的 走了啊 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的一切 好不容易才有了现在的一切 我不能认输 美琪 许总 您找我 夏淫呢 夏淫跟艾姆出去开会了 这个点应该快回来了 好 这边总算是搞定了啊 现在就上NK这个大麻烦了 那边你还管不管 许总说了 他来搞定 不用我管 可是这好几天了 怎么也没动静 他心里应该有数吧 许总有数 薛总可没数 回头薛总要是问起咱们 咱们可得给他个交代啊 是啊 我现在有点事 你先上去吧 好 喂 颜总 嗯 我已经看到他了 夏淫姐请 好 谢谢 你好 好 许总 会开得怎么样 很成功 我马上把会议记录整理出来 怎么就你自己的 夏淫呢 刚才有个男的找他 走了 我 领导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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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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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跟合同 对面的大楼里 就将会有你的一席之地 聘书 我们马上要成立一个云端运威事业部 想聘请夏小姐担任我们的总监 主持新部门的建设 据说许诚意 是把你从星辰挖过来的 那么她就应该会想到 同样有人会用同样的方法把你挖走 跟她比起来 我更懂得稀才 是 抱歉 颜总 我暂时还没有换工作的打算 不打开看看吗 许总引导我进入SG 是知遇指恩 中间几次我都险些要离开 但是每次在紧要关头我才发现 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 不仅是因为这个平台 还有这里面的人 或许以后会有更好的机遇 但是 只要SG留我一天 我都不会主动离开 颜总 我先告辞 有点意思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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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